7点11分早安气象时间 现在气象局持续针对强台苏拉 发布陆上跟海上台风警报 陆上的范围要特别留意的是 恒春半岛跟屏东地区 那么海上范围比较广 包含巴士海峡 东南还有整个南部的海面 以及东沙岛都要特别严加戒备 那么也带你来看苏拉台风 在昨天深夜增强回墙台之后 现在距离我们鹅软比南南东方 210公里左右 步步逼近 暴风圈预计在中午前后 就会扫到恒春半岛跟屏东一带 所以这两个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严加戒备 但是因为它的环流比较小一点 暴风圈比较扎实 七级暴风半径是180公里 目前来看呢 接下来会以时速13公里的一个速度 往西北溪的方向来前进 但是接下来我们还要特别留意 首先来看看苏拉台风 在昨天增强回墙台之后 它的暴风眼 它的这个眼睛变得又大又清晰 这也代表说它的强度又再往上提升了 因此呢 迎风面地区一定要严加戒备 不只是雨风跟浪也要特别小心 还有一个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它后面的这一个轻度台风海葵 预计在明天的时候 它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但是海葵的速度相对来说 比较快一点点 它的时速是每小时18转21公里 所以说呢 在周五或者周六这段时间 海葵它的距离跟苏拉相对来说 会比较近一点点 所以也不排除可能会有藤原效应产生 一旦发生藤原效应的话 有可能海葵它的一个移动路径 就会有所改变 有机会被往南拉 那么周末这段时间 北部地区 北台湾地区的观众朋友 反而就要注意了 到时候呢 水气有可能变多 天气有机会出现变化 来看看各国的模拟路径显示 目前还有很大分歧 包含美国海军还有英国是认为 到时候海葵台风 是有可能会很接近 北部地区海面 不过欧洲则是认为 它会离我们蛮遥远的 而且会直接往南韩的地方直扑而去 还有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又有一个热带新D7RTD13生成 但是目前看起来 它会往日本南边的海面前进 对我们暂时不会造成影响 不过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苏拉台风这一次狭带的风雨 今天要留意 在东半部地区 整天都会有间歇性降雨 目前气象局也针对了 花东以南到恒川半岛发布大雨特报 这些地方包含在南部山区都要小心 今天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的机会 今天明天雨势最大 尤其是等到礼拜四的时候 它的中心会来到我们西南沿海的位置 到时候呢 南部地区就要留意了 也会有一些风雨甩进来 那么另外呢 这一次的总雨量预测呢 特别留意的是在东部地区 台东的山区总雨量可能会来到400到600毫米 花莲也可能在山区会有450毫米 南部呢 也要小心 350毫米都是有可能出现一些贪方的危险 不过呢 倒是今天啊 在桃园以及彰化一带 甚至到南部 因为过山沉降的关系影响 像是桃园到彰化市有可能出现 36 37度高温 白天的时候感觉依旧非常炎热 但是到中午过后 晚上甚至明天这段时间 开始也要转雨了 天气变得不稳定 那么也提醒 之后苏拉台风就算慢慢远离 北部地区也要小心 海魁台风 接下来路径 都有可能会出现变化 以上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这节目的就是这节目的